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新一轮人工智慧发展浪潮即将形成,美国银行近日表示, 华尔街开始将注意力从辉大移开,转移到AI受益交易的第二阶段,软体与Agentic AI智慧型代理。 美银在最新的报告中说,他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Agentic AI浪潮,指的是人工智慧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能的受益者包括开始透过应用程式或工业和商业机器人部署人工智慧的公司。 美银补充说,有一些迹象表明,人工智慧创新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指出人工智慧软体中添加的新功能, 例如Google的Gemina,以及川普佛罗里大洲海湖状元部署的机器人安全狗。 同时,美国银行的客户已经开始将注意力从辉大等市场顶级人工智慧公司, 转移到该银行认为的人工智慧第二阶段受益者。 报告强调,不要低估AI在这个阶段的短期跌幅潜力,整个AI投资领域,特别是软体,市场不太可能完全定价。 美银认为,随着软体AI时刻到来,AI货币化预计将在2025年开始,并在2026年随着企业采用加速而变得具有意义。 美银列举了AI受益的三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预计,AI受益者将从挥达扩展到更广泛的半导体领域和云服务提供商CSPs, 这包括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以及通讯领域内的资料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Rights。 第二阶段,受益者可能会扩展到生产AI驱动应用程式的软体公司, 以及生产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的科技硬体和资本护物公司, 如伺服器、网络装置以及电器和空调装置。 第三阶段,受益者可能会扩展到整合AI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如餐饮等消费者服务公司、零售商、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等消费者非必需品公司、 媒体和娱乐公司,以及生物制药和医疗装置公司。 盖银行重申对六家公司的关注,并表示,随着Agentic AI主题的展开, 这些公司是其首选之一。 美银点名的六家公司是微软、Salesforce、Adobe、ServiceNow、Intuit及HobSpot。 在此背景之下,GPU大厂挥达日前公布了其第三季财报, 营收、净利润均超市场预期。 回答第三季营收达351亿美元,同比暴涨94%, 环比增长17%,且优于市场预期的331.6亿美元。 在GAP准则下,净利润为193.1亿美元,同比增长109%, 环比增长16%,高于市场预期的169.3亿美元, EPS为0.78美元,同比暴涨111%,环比增长16%, 同样优于市场预期的75美分,毛利率为74.6%。 在NOMGAP准则下,净利润为20.01亿美元, 同比增长100%,环比增长18%, EPS为0.81美元,同比暴涨103%,环比增长19%, 毛利率为75%。 以各部门的业绩表现来看,资料中心部门的营收 达到创纪录的308亿美元,环比增长17%, 同比暴涨112%。 游戏和人工智慧电脑部门营收金额为33亿美元, 环比增长14%,同比增长15%。 专业可视化部门营收金额为4.86亿美元, 环比增长7%,同比增长17%。 汽车和机器人部门营收为4.49亿美元, 环比增长30%,同比增长72%。 对于第四季的展望, 辉达预计营收为375亿美元,上下浮动2%。 虽然由于市场预期的370.8亿美元, 但是因为较第三季环比增长率仅为70%, 比2023年同期环比265%的增长幅度已经放缓。 并外,GAAP和非GAAP毛利率预计分别为73.0%和73.5%, 上下浮动50个基点。 辉达财务长Connect Chris表示, 公司在第三季向客户发送了13000个Blackwell样品。 每个客户都在竞乡成为第一个部署Blackwell的客户, 需求是惊人的。 Blackwell晶片已于四季度开始出货, 并将在明年加速出货。 预计在第四季有望超过之前对Blackwell收入为数十亿美元的余估。 此外, 辉达当前一代Io晶片H200在本季也实现了大幅增长。 Chris还表示, Hopper和Blackwell系统都存在一定的供应限制。 Blackwell的增产过程将持续至2026财年, Blackwell供不应求状态将持续好几个季度。 辉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表示, 人工智慧时代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并且推动全球向辉达的运算架构进行转变。 随着基础设施供应商扩大训练前、训练后以及推理的模型规模, 对Hopper架构和对Blackwell架构晶片的预期令人难以置信。 黄仁勋进一步指出, 人工智慧正在改变每个产业、公司和国家。 企业正在采用代理人工智慧来彻底改变工作流程。 随着人工智慧的突破,工业机器人投资激增。 各国已经意识到发展国家人工智慧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当然,Blackwell虽然很好, 但是挥达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Rubin是继Blackwell之后的下一代AI GPU架构, 原计划于2026年发表, 最新讯息称将提前至2025年下半年, 将采用台积电300米, 工艺和下一代HBM四高频宽记忆体, 大幅提升AI运算效能。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在近日的报道, 挥达携手台积电等供应链合作伙伴, 为迎接新一轮AI热潮, 同时也是为巩固其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 以提前启动下一代Rubin平台研发工作, 原定2026年亮相的晶片有望提前6个月推出。 相关讯息还称, 挥达正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共同开发寄予R100的AI伺服器, 与此同时台积电计划扩大CoreOS先进封装产能, 以满足Rubin晶片的预期需求, 目标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将CoreOS月产能提升至8万片。 其认为, 这不仅将有利于台积电先进制程订单持续火热, 还将带动日月光投控, 晶圆电等先进封装厂商迎来新一波订单热潮。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